今天娛樂CSI的主角是周麗琪 已經很久沒聽過她的消息 不過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她要出唱片更加有很多發展 不過周麗琪最為人記得 就是她跟鄭家榮拍拖 接著被鄭家榮飛了 就跟了阿蛇斯曼一起 搞到周麗琪都不知多不開心 差不多半年都見到她好像沒什麼工作 大家都非常擔心她何時才能找到新的男朋友 原來就是她早已找到一個男朋友 這次還是一個金龜勢 究竟她是誰呢? 我們一起娛樂CSI 張麗琪跟鄭家榮分手之後 當然非常之傷心 但她的姐姐周麟琪 就覺得妹妹長得這麼漂亮 應該要出去認識多些闊少 好像她這樣 經常出席飯局 都不知認識多少太子爺 所以她特別帶上Licky出席飯局 希望她可以釣到一個金龜勢 其實Nicky在上年2月 已經認識了一個太子爺 她是叫Eric姓卓 其實她是沙廠的太子爺 自己的身家都幾紅厚 家裡是住3000萬的獨立屋 在上年2月她們兩個認識之後 就立即開始拍拖 所以周麗琪其實就不像大家這樣說 就是失戀之後很慘 其實上年2月開始她已經遊拖拍了 Nicky和Eric拍拖的時候 當然是非常之開心 而且這位他沙廠的太子爺 對Nicky的食頭好到不得了 你看到Nicky現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行頭越來越厲害 穿上的裙子 不是Celine 拿的手袋不是ERME 她都不戴 而且她其實工作量越來越少 但不知為何 錢好像越來越多 原來就是因為她的男朋友Eric 整天都買東西給她 亦都有支持她 所以搞到她整身都好像闊太 其實這位Eric真的非常愛Nicky 亦有傳說Eric曾經為Nicky 留下這個男兒女 所以證明她們的確是愛得痴錢 Nicky見到這樣 經常都叫她男朋友買東西給她 好像之前那樣 Eric的姐姐去了旅行 其實她姐姐是拿這個波子的 她說其實想自己試試駕這個波子 就叫Eric拿她家姐的車給她駕駛 駕了幾天之後 當然Eric的媽媽就非常之不開心 就叫兒子趕快拿回車回來 拿回車回來之後 Auntie就跟Eric說Nicky這個人 絕對是貪慕虛榮的 連駛車都貪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跟他一起這樣說 但其實Eric真的很愛Nicky 而Nicky也很想快點介入這個號門 可惜阿世伯和阿伯母兩個都很不喜歡這個媳婦 就覺得自己的兒子這麼好 應該要找個好點這樣說 就這件事 一班記者真的去找Eric的爸爸媽媽 說到Nicky、周麗琦這個人 兩個都說根本不知道她是誰 如果他們兩個真心想做朋友 絕對是不會反對的 不過他們絕對不知道Nicky是誰 亦都沒有見過他們這樣說 就這件事亦都問過周麗琦的經理人 她就說其實他們兩個只是好朋友 絕對就沒有拍拖 大家真的想得太多這樣說 說到那麼久 是時候白盡公投 今天白盡公投題目想問你 你信不信周麗琦 真的答上了Eric太子的事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 去到以下這個討論區發表你的意見 例如你覺得周麗琦是不是這麼貪母虛榮 以及你信不信這位太子的媽媽 這麼不喜歡Nicky